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会给孩子挑选怎么样的玩具呢 是陪伴的玩偶 脑力激发的积木 还是给孩子一台平板电脑呢 大家好 我是百度人生学校的共同创办人 小哥老师 随着人生时间在走 工作角色之外呢 我又多了当老公 还有当老爸的这两个角色 而这两个角色是我从来没有经验 也来不及学习的生活角色 说到挑选玩具 有个非常印象深刻的故事 想跟各位爸爸妈妈分享 记得在2020年左右 当时我们有疫情 所以我们都在家里跟孩子在一起 那无时无刻的要陪伴孩子玩 那我想这个经验也让我们非常的困扰 因为孩子总是要黏在我们身上说 你到底要玩什么 那我想当时有一段 跟我大概五岁多的女儿 有一段互动的经验 也开启了我开发这个产品的梦想 有一回啊 我的女儿就问了我说 爸爸你是个老师吗 我就说是啊 她就说那你是个怎么样的老师 我就想说我是一个心理学的老师 也许我的解释 她还是不太了解什么叫做心理学 但我对这个议题开始觉得蛮有趣的 我就反问她说 那你想当老师吗 她就说想啊 我想当一个舞蹈老师 那我就说为什么呢 她说因为我们学校有舞蹈老师 会带着我们跳舞非常的开心 孩子的回应总是非常的可爱 对吧 那我就在这样的对话过程中 引发了我开始去思考 孩子是什么时候开始思考自己的职业 而她又是用什么方式 有什么样的媒介 有什么样的工具 有什么样的活动能够引发他们开始思考职业这件事情 就在这样子跟孩子互动的经验中 以及多年来我个人在生涯 以及职业辅导的这个专业下 那我发现市面上并没有一套比较完整的产品 所以我就开始邀请了这个百度人生学校的生涯 以及亲子的专家们 来跟我一起研发这套成长的产品 各位家长是不是跟我一样 每到了寒暑假对于孩子到底该到哪里去做学习 而感到困扰呢 但是什么叫做对孩子适切的决定 我们是不是跟孩子进行过沟通 还是你就认为孩子应该去学什么 应该去接触什么 小小职业探检家的亲子沟通组 就是能够让我们跟孩子一起来进行沟通 聚焦孩子的这个兴趣的学习 以及添加发展的活动 那是一个我跟我女儿在互动的过程中 发想的一个梦想的产品 那也是现代的家长能够送给孩子的一份成长的礼物 这套小小职业探检家亲子沟通组 是依据生涯专业的理论 作为基础来进行开发的 里头啊 有132张精美的中文 英文以及注音的职业工具图文卡 还有三堂非常精彩的专家线上课程 排卡活动适合幼儿园到小学阶段的孩童 我们设计了八种的玩法 可以依据孩童不同的认知学习的状况 来进行调整 来设计亲子的活动 同时适合亲子双人 以及小团体进行的活动 在里头我们都有录制示范的影片 和正向回应的引导语 让家长们增进引导力 以及快速熟悉上手 这些活动提升孩童多元智能的培养 也让孩童对于职业好奇 认识与兴趣探索 更在三堂专家献上课程中 可以借由许家新生涯咨询师 浅显易懂的生涯理论的课程 让各位家长建立这四切的生涯观念 并透过彭心仪心理师 同时也是双宝妈 分享沟通的心法 让家长们能够更贴近孩子内心的声音 最后 我将与各位家长分享正向的提问技术 促进孩子能够回应真实的自己 三堂专家献上课 六种兴趣潜能 以及132张精美的图文卡 增加孩童职业的好奇以及认识 提升多元智能 促进互动与沟通 在沟通的活动中 我们提升孩童个别化的兴趣探索 聚焦素养的学习活动以及资源 小小职业探浅家 职业想象从小开始 无论您是关心孩子生涯的家长 或者是专责引导的老师 这都是一套不可或缺的教育产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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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